佛很不容易遇到 释迦佛以前很长的时间 这个世界上没佛 释迦佛灭度之后 底下一尊弥勒佛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没有佛出世 而释迦摩尼佛的法运 就是他的法的影响 只有一万两千年 一万两千年 跟五十六亿年比较 太短暂了 有佛出世 人就有机缘的度啊 辽生死出三截 没有佛出世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生到人间来了 也出不了了 的轮回 我们虽然没有生在 释迦摩尼佛同时 生在释迦摩尼佛 法运这个范围的里面 这不容易 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我们生在这个地方 是三千年的末尾 四千年的开端 照中国古时候的记载 今年是释迦摩尼佛灭度 三千零三十八年 很幸运 很不容易 佛虽然不在 经典在 从经典上 我们认识 佛陀 我们了解他 我们相信 佛陀的智慧 无量无边 得能不可思议 发心皈依 发心向佛陀学习 展开精卷 面对佛陀 至臣顶礼 阴光大思书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印足的话 使我们 遇到福 能得什么样的利益 关键之所在 对佛的真诚 恭敬心 真的不是假的 我在同学当中 得的利益 比较多一点 什么原因 不是聪明智慧 比别人高 不是福德 比别人大 不是的 这些我都不如人 比别人长一点点 就是恭敬心 多一些 你们有一两分恭敬心 我有十几二十分的恭敬心 如此而已 对于 世出世间 圣贤的教会 只有 真心 真想学 你才能得受用 如果不是真心 真实 你得不到 遇到 也是空手而过 这是佛在经上 一再提示我们 那 真不是容易死去 我 不得了 不得了